快看,这是个什么,好像一个鸟蛋,不对,这应该是某一个玩具的脑袋,嘴巴张这么大,他好像在骂我,既然是这样的话,那么去河里待着去吧,咦,看看这里,这是些什么,哇塞,好像是一辆玩具车,可是轮子怎么这个样呢,这一定是坏了,要不轮子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,这车子做工还真不错,他竟然还带减震,而且还是前后轮四套减震,看看这个红色的是什么, 难道是他的车壳,让我来给他安装上这么好的玩具车,看看我能不能把它修复,车壳已经安装好了,可是这轮子真是难倒我了,不管我怎么搞,都固定不住,肯定是放在这个位置的,但是,好像是缺个东西固定,找一找这附近,看看能不能找到固定轮子的东西,咦,快看这里,黑不溜旧的,是个什么,哇塞,这不会就是用来固定轮子的吧,管他是不是,先安装一下, 好像真的能装上,使劲按压一下,我的天,我竟然真的把它组装好了,并且轮子都非常牢固,他的后轮是蓄力轮,把他的后轮蓄满力,一会试试他的越野浓力,直接让他在水里跑怎么样,而且还是深水,哎哟我去,快看,这动力强劲呀,水瞬间就浑了,嗯,有东西,就在这块石头下面, 先不着急抓,用小石头,把这里先围起来,防止一会儿失手,被他跑掉,应该万无一失了,来吧,让你们看看是个什么,我竟然在这里,发现了一只野生的小黑鱼,看我把他抓住,捏到他了,哎哟我去,我晕,我用石头做的格挡,竟然还没起到丝毫的作用,完了,他跑哪里去了,哎,好像在这里,刚才是我大意了,看你这次往哪里跑,好像又没抓到, 我又看见他了,跑这里来了,跑这里来,就不好抓了,这里就有点看不太清楚了,以后去,反应挺快呀,来个浑水摸鱼吧,可是,还是让他跑了,明天带上超网来,我一定要抓到他